现在我们可以在小程序的应用的内容页面上去添加一个评论的功能 先去配置一下小程序的首页 打开这个app叫json 先把小程序的内容页面来作为小程序的首页 把这个页面的地址放在这个pages的最上面 这样它就会作为小程序的首页 然后打开pagesposts下面的show.js 这个是内容页面用的这个注逻辑文件 在页面的unload的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先手工的去添加一个要显示的内容的ID号 比如说我的网站上面有一个ID号是64的这个内容 const id让它等于64 现在小程序正在显示的就是网站上面的ID号是64的这个内容 小程序页面的unload的方法里面在内容加载以后会被执行 这个时候我们用了一个wxrequest请求内容页面上需要的内容资源 这个请求内容资源的代码 我们可以把它单独的放在一个方法里面 我们先剪切一下这段代码 然后在这个页面的上面再去添加一个新的方法 名字可以叫做getPost 接受一个ID参数 把剪切的代码粘贴到这个方法里面 这样的话在unload的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直接用一个this的getPost 再设置一下它的ID参数的值 可以使用上面定义的ID来表示要请求的内容ID 这就是这些编曲的内容